健身女神章 生活正能量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人生的四原则或者叫生活的四法则 也可以说是做人的四个原则吧 因为最近我读了这本书叫 The Four Agreements 这本书我觉得真写得太好 是我最近几个月里读的书里面 觉得是最好的一本书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解决了我人生中 或者我平时在生活中 很多的思考的一些问题 其实它说的这些话 到最终的这个道理 肯定每个人都明白 但是它讲的这个过程 和它就是argument 就理论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特别好 它不是说像一般的说 你要早上起来怎么怎么样 要对自己说一些 affirmation的一些话 对自己肯定有自信 它不是这种教你生活中 而它是用一种 深入浅出的一种 说平常的一些例子 然后说应该怎么样 不是那种特别的 怎么说呢 好像是很cold heart 然后给你一些说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它是特别舒缓 觉得特别好 真的你一定要去读 如果你最近 不管是怎么样 比如你有些困惑 有些低迷 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就是 有些不高兴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你平时没事干 你就是读读 也会很有收获 比如说它说这四个原则 我先给大家 就是简略的讲一下啊 第一个原则 它说的是 be impeccable of your words 什么意思 是一个 字典里说的是说 无可挑剔 没有瑕疵 其实它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 让你去追求完美 而是说 在你说话的时候 它说这个说话 是两种含义 一个是你表达出来 对别人说的话 一个是你自己 跟自己传达 在你脑子中想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在这个 做着健身过程之中 对吧 很多人就说 我怎么这么胖 我怎么这么 我怎么就受不下来呢 我每次都受不下来 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吃 我就是怎么怎么样 已经都给自己下了一个丸 就相当于 跟最终审判似的吧 无期图形死刑了 觉得自己就是改不了了 就是这样的人 那么你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您已经给自己做了定论 脑中已经 为什么叫agreement for agreement 这个就是一个agreement 你跟自己已经表达了同意 已经握手说 ok 好 你就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人 我拿这个遥控器干什么 你就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人 你就是一个贪吃 不爱运动的人 没有毅力的人 那么你也就同意 同意了以后 你就是这样的人 对吧 相当于你脑中 已经给你自己扣了一个帽子 有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他就说 在跟你自己做这个communication的时候 要be impeccable 要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平时 可能大家也听说过 不要老说 always never 是吧 我总是怎么样 他总是怎么样 我从来不怎么样 怎么样 他经常怎么样 就这样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generalization 你跟自己说话的时候 也是 你确实 人这个 可以承认 你有懒惰的一面 贪吃的一面 大家都对糖 是进化以来 对吧 人类进化以来 都是 你不可避免 是有这个欲望 但是其实你还是 作为一个人来讲 你自己为了自己的目标 你可以放弃 这个短期的利益 其实你还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只有你真真正正的想做到 你是可以做到的 你还是 心底里还是要相信自己 你看我讲的就没有人梳理 讲的那么好 但是人说这个意思 就希望你能大概能明白 就是说在你 跟自己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 其实到处 你脑子中 可能你80% 跟自己说的话 都是一些消极的话 都是一些 我怎么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对吧 而不是说我行 我只需要找到方法 我怎么才能行 或者说我怎么才能赚到钱 而不是说我就是穷一辈子 我就是赚不到钱 我就是傻 我就是没比别人不强 对吧 就是这些 就不叫impegable 就是相当于你给自己灌输这些 poison 毒药 当然还有包括你对别人说话的时候 be impegable 就是跟别人说话 就是相当于 也是要充满的love 充满了爱 充满了这个友善和积极 而不是说 你怎么这么不行 你怎么这么笨 你怎么那么傻 对吧 然后用你自己的一些标准 和你生活中一些东西 用你自己的脑子想象 去要求别人 去批评别人 去说别人 其实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还有包括一些吵架 和一些特别难听的一些话 其实这些都是 并不是impegable 所以这个交流是分两方面的 所以第一个 它这个agreement 就是说相当于你说的话 你现在就是要 以这种好积极的方面 然后去给大家 或者给你自己 是吧 奉献出爱 你首先要爱自己 要说出一些好的话 就是别说难听的话 说好话积极的话 别说消极的话 就是这样 第二个它说的是什么 第二个我想想啊 我忘了没有 对说第二个是 挺有意思 说是叫什么 never take it personally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它最原本 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别忘什么 别忘心里去 别人不管别人说的话 怎么怎么样 不是针对你这个人的 其实大家都很忙 你以为世界的中心 都围长着你转 大家眼光都看着你 说一句话就好像 你在人心目当中 有多大的地位 其实你只是 有没有你这个世界 都过得挺好的 大家都自己忙自己的事情 你别以为 你在别人心目当中 有多重要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人家自己 都是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 所以别人不会 把你当回事 别老想着 哎呀别人该怎么看我 别人该怎么想我 我穿这个衣服 我说这样的话 做这样的事 别人我发这样的朋友圈 对吧 别人会怎么看 没有人看你 别想太多了 大家都挺忙的 都是觉得自己最重要 谁觉得你重要 所以不要take it personally 外头走大街上 比如说你跟谁 拌了个嘴 吵了个架 人家说你一句难听的话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人家说的不是你 其实 他这本书也说的是 其实别人在说 特别难听的话的时候 对你在说 其实他是 记得自己 把心里这个毒药 这个poison 是去 破到你身上 是去 映射到你身上 这个跟你是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话 他自己要负责 也是映射出来 那个人心里中的 这个状态 和他的一个 这个阴暗面也好 或者怎么样 和他的poison 其实是 因为他自己有poison 他想倒在你的身上 对不对 你如果生气 如果真的去跟他 斤斤计较 那你相当于 你就是 take it personally 你就是 接受了他这个poison 然后去伤害你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 没有任何人能让你生气 让你伤心难过 只有你自己可以 你自己 怎么说呢 去接受这个poison 允许让别人伤害你 那你就生气 所以你就说 这个生气和嫉妒 其实就是 drink the poison yourself drink the poison I hope the enemy will die 对吧 你自己喝了这个毒药 然后希望别人去 去死 相信就是这个生气 就是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 所以就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那别人说的话 是别人的事情 你是管不了的 对吧 人家的想干什么 想说什么 有什么想象 人家做任何行为 都是你管不了的 所以这些都是 只是他的一些影射 他的事情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别老觉得 这个什么 我都要接着 这个事情 我都要去 有一些反应 他说什么 真的 他说我傻 我就是傻 他说我笨 我就是笨 他说我怎么样 我就是怎么样 对吧 那你就take it personally 那你就是 其实 其实这个也是 很傻的一个行为 所以 我一说 我又发现 我没人说的好 然后你还是 自己去看书吧 第三个 然后就大概 给你用几分钟 讲一下吧 第三个什么来的 don't ever assume 就是don't make assumption 什么 总是觉得 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他也举例子 特别好 说一对 就是夫妻也好 男女朋友也好 对吧 你总是觉得 哎呀 我今天 比如说是 我想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可能提了一句 但是我老公 没有按照我的事情 去做 然后他自己 想做他的事情 本来他应该给我 买什么什么样东西 因为我很喜欢 他应该知道 是什么样 对吧 他应该在这种情况下 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做 然后你自己生闷气 然后就把这个气 撒在他上 可能说说 哎呀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并没有说出 你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你觉得别人就会 应该知道 你不说 应该说 哎呀你知道 因为你最了解我 因为你就是我男朋友 对吧 其实这种生活中 这种事情真的很多 就觉得别人 就应该做什么 就好像别人欠你一样 就觉得别人 都跟那个叫什么 mind reader 知道你想 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并不是这样 don't ever assume don't make assumptions 别老觉得你想要什么 你就去说 你就去表达 对吧 你就好像一开始 就是dating时候 很多人都是用这种伎俩 假装的不理你 然后叫什么 晾着你 然后过两天 然后再说我 想约你出来 怎么样 就有时候你不说 你看就错过了 另外一个人就觉得 那你没联系我 那你可能就是不喜欢我 就这样很多的东西 误会误解也好 还有这些 不明不白的愤怒 生气和一些消极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这些 你自己不说 你自己心里想要什么 然后还非要去 别人去理解你 就是造成很多的误会 其实尤其是在 这个 这个夫妻情侣之间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吧 就是 就是觉得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就应该知道 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都是 怎么说呢 就是错误的也好 或者都是 don't ever assume 就别老觉得 别人都应该知道干什么 别人就应该干什么 用你自己的脑子的想法 和你的行为模式 和你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觉得 这么爱忘事 这么点小事都记不住 这个东西都忘了 还这个路也找不到 走错路 是吧 拿着这个 这个 这叫什么 地图 这个navi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导航 都找不着地方 真傻 然后怎么样 就觉得我比你聪明多少 怎么样 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一些标准 去要求别人 每个人都有 strength witness 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 所以你也有很多不行的地方 所以不要老用自己去标准 去assume 去觉得别人就应该跟你一样 所有都跟你一样 那这世界还有什么意思 大家都跟你一样 聪明 跟你一样啥 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对不对 这世界哪有多样化呀 所以就never assume 从来不要觉得 谁谁谁应该怎么样 这是第三点 我一说就啰嗦了好多 然后第四点 最后一点就说 其实也很可以理解 就是 do your best 其实说的很简单 其实就是do your best 不要 你要前面说了 对吧 不要就是 就是这个 impeakable with your words 就是 说相当于就是 be positive 用积极的方式 那你积极了 你想达到很多东西 你有说出来了 到最后你没有达到 so what 你do your best 你做到自己最好 那你就无怨无悔了 你就尽力了 前两天看了 读者上有一个文章 就说那个叫什么 飞越疯人院 那个电影 说那个 就挺逗喜剧嘛 说那个 怎么说了 那个主人公 那个疯子 在疯人院里 说咱们逃出去吧 想去看什么比赛 好像是 说一年一度 特别盛大比赛 他们都想出去 说你根本就逃不出去 另外一个疯子 跟他说 怎么逃不出去 我就把这个墙 什么砸出一个洞来 还怎么着 我就逃出去了 然后他就试图去搬 那个洗手池 那么特别大 就是使劲去搬 然后去傻嘛 然后就搬 搬试 怎么着也搬不了 然后最后就说 at least I tried 对不对 我至少我试过了 是听着大家觉得 我挺傻的 哈哈一笑 但是其实想 真的是 你已经去试过了 你知道 你试过了 失败又怎么样 你知道这样就不行 这样不适合你 那你也是知道了 这条信息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 还有就是说 人说说这个 我做这个石头变身计划 有人问我 哎呀 我这个不能按照 我那个不能按照这个吃 我那个可能 又达不到这样 我在公司吃 我在食堂吃 可能又不能严格 我怎么 其实说到 说回来 你就只能是 do your best 您做到最好了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最好的 就是您的个人最好 因为您已经不能 再做的更好了 对不对 我这个计划 涉及到百分之百 精确的计算的 然后训练最大化 然后饮食也是计算好的 但是您倒是做不到 那就so what 你做到百分之九十五 那你就最后拥有 百分之九十五身材 那也是你最好 你可能偷了了 而你做百分之八十 或者做百分之六十 那这也是您自己最好 您做到了百分之百 那您就值得拥有 这百分之百的 这个最好的 减脂塑型的效果 都是这样 其实就是 do your best 你就不会后悔了 你就觉得 可以拍着良心说 对吧 然后晚上睡着 叫说 我已经是我做到最好了 那又怎么样 不成功 不行 没被选上 没有得到 什么什么东西 那也就无所谓了 已经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再做了 就是 我只能是 对吧 以前说过 遇到事情 就三种方式 accept it 还有什么run away 然后还有一个change it 你就是接受 要不去改变 要不你就离开 就是逃离 就是不管我的事 你只有这三种方式 所以遇到困难 遇到事就想 我能不能去改变它 我能不能去 就是不能改变 我那是不是要去面对它 那我不面对它 我就去 拜拜 那就 跟我就没什么关系了 对吧 所以到最后 你就do your best 你就没有任何遗憾 你也不会对自己 要求太高 其实有些人 就是 很多人加我微信 说他有抱引抱食的 这个习惯 其实这是一个 什么表现呢 这就是你对自己 要求太高的表现 很开心 您对自己要求很高 觉得我要有 特别好的身材 我这个 必须要少吃 不少吃了 我就有点自己 恨自己 恨铁不成钢 其实这就是 违反的第一条原则 对吧 就是be impegable 不要那么使劲的去 去跟自己较劲 自己要成为自己的 叫什么 朋友 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你自己都不爱自己 怎么样 别人去爱你 你对朋友都挺好的 关心人家 朋友哭了 去安慰一下 朋友出什么事了 去帮助人家 你肯定不会 见着朋友哭了 然后人出什么事 使劲去 挤着人家 使劲去挖苦人 说你看你这么傻 对吧 本来你能做得更好 你肯定去安慰人 为什么到你自己 就这么 对自己这么严厉呢 对自己就不说好话 然后自己跟自己较劲 自己扇自己嘴巴 然后自己让自己难受 干嘛呀 你自己 首先还是要爱自己 所以这就是 你做到最好 那就无远无悔 你就可以了 你就是很开心了 对吧 所以他这几个 我觉得 怎么说呢 真是解决了人生中 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是百分之九十五问题 可能都是在这里面 你跟别人的关系 你跟你自己的一些 所以就说这个 所以最后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就是 说的不会话了 说积极的话 跟别人跟自己 对自己好一点 第二个就是 什么来着 忘了 别老觉得别人说什么 都是针对自己的 因为一听就过去了 你说我好 我不用你告诉我 我好 我知道我自己好 谢谢你的这个好意 对吧 其实你心里是 可以有这个过程的 并不是说 别人说你好 你就是好 别人说你坏 你就是坏 就是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大家都是 很关注自己的事情 没人去关注你 第三个就是 don't make assumptions 别老觉得别人欠你的 别人就应该应该怎么样 人家还觉得 你应该应该怎么样呢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就是想要什么 就说什么 然后把你这个 这叫什么 你的愿望和你的要求 说出来 就是平等待人 别老自己跟那个 别人欠你800块钱 是那样 然后最后就是 do your best 也是觉得 哎呀 这个这本书真是太好了 你赶紧去读吧 听了这个我的这 视频 赶紧去买这本书 看看有没有中文的 不知道 the four agreements 希望大家能从 今天的视频中 也学到一些东西吧 然后别忘了就是 如果你真心想改变身材的话 就下面上我的网站 十周变身计划 看一下是不是适合你 还有问题 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会去解答你的问题 当然必须是真心想改变身材 如果你不是真心 觉得觉得这改变身材挺好玩的 挺好看的 不是一件必须的事情 那就不要来找我了 应该不适合您 因为我是十周 让您全身蜕变 变成了一个新的人 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你下定决心了 可以来找我 然后就是 comment like我的视频 然后继续关注我 那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